不是每個同學對Java都熟悉啊 如果你對Java不太熟悉的話 那比如說我放在雲端上面這個程式碼 怎麼去使用 一從這個Import的下方有沒有 當然有幾個方法 一全部什麼都不管貼上可以執行 我先按部就班 你如果說什麼都不管直接貼的話很簡單 直接從Import一直到下面 然後看到最最盡頭就是這個 就是按鈕動畫上面這個大瓜糊 結束這個大瓜糊 按Shift鍵 這樣就全選了 Ctrl C 那接下來貼的話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一次性貼上請注意 請你留下Package以下的東西 Package這一行留下 底下的東西都不要管它 直接貼上就可以了 OK 貼上之後的話 理論上應該都是正確的 有沒有發現 完全沒有錯誤 這樣就可以run了 這樣夠簡單嘛 不過這個應該不是你們要 貼上去 好像不是你的 是我的 應該是我寫的 所以呢 理論上 只要留下第一行 Package的名稱 不要蓋掉 應該就可以執行了 那你這樣的話 如果直接執行 它跑到模擬器應該沒有問題 不過呢 如果說你這個不是你要的 那怎麼辦 其實教各位把它back一下 那哪一些要保留 哪一些不保留 其實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主要分成幾個區段 第一個 Import 那如果說你要Import哪一些呢 你可以這樣 反正你想說 我不要一次全部貼 我可以分階段貼 可以 一 請你什麼 先Import 需要的東西 那你慢慢了解 需要哪些東西 基本上我們後面呢 會需要什麼 Activity 跟Alern Dialog 還有什麼呢 這個 這個 Dialog Interface 這個是等一下會用到 Alern Dialog也會用到它 還有個View 另外的話 Import 所有的 所有的VG 包含什麼Button 等等的 那不過你會發現 貼上去之後呢 你會發現變灰色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 並不是什麼 Activity 而是用的是 ActionBar的Activity 那兩者是不一樣的 而且 ActionBar的那個 這個部分的Activity 是在V7以後的版本 大概就是 那個Android的4.0以後的版本才有 那怎麼辦 沒關係 你先貼第一個步驟 請你把什麼 Extence 本來有ActionBar 把它改成什麼 沒有ActionBar 就是一般的 陽春版的Activity 這樣OK了 第一個階段 就Import 搞定Import的部分 第二個階段的話呢 因為我們有Extence 什麼 這個Activity 不過底下 特別是 底下這邊有個Menu Menu部分 暫時用不到 所以請各位 把Menu底下 記得那個位置 大概就是這個底下的東西 可以把它刪掉 沒關係 因為我們暫時 這個地方 還用不到 所謂的Menu Menu 就按下你Menu鍵 它會自己跳出來 所以呢 把它刪掉 那留下什麼 記得 3的時候 要留下最下面這個大瓜糊 那它實際上 各位可以注意看一下 這個方法 有沒有 它會連結 有沒有 這個是這個 所以它這樣是一對的 這個是一對的 那我們暫時用不到的是 底下這個方法 這個是Menu的 產生Menu的 然後還有哪一個 這一個 這個是 On Options Item Select 就是當那個Menu被選取的時候 那它的線是在哪裡呢 這邊 所以要記得喔 不要選錯了 把這兩個方法拿掉 暫時用不到 好 那我們需要做的Import 第二個的話呢 是宣告 那宣告的話 請你把宣告的程式碼 這幾個 有沒有 宣告物件 當然喔 我是建議如果可以的話 以後喔 自己用打的 因為這個我也是自己打上去的 那放在哪裡呢 放在Extense Activities下面 所以這個地方 第二個步驟 宣告物件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下面 好 有宣告了 再來做連結跟事件 連結跟事件放哪裡 特別注意喔 在Set Content View的下面 這邊封號 按一下 Enter 請注意喔 第二跟第三都是在這邊喔 關鍵在這裡喔 記得不要放錯位置喔 也不要有這個 波浪的那個錯誤 如果沒有錯誤 那表示你應該沒錯 那再來我們先搞定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連結啦 連結 那連結我剛剛講過 同學問說這個R怎麼來的 實際上你在 拉畫面的時候 它會自動喔 幫你產生那個R ID 是這個名稱 會自動對應喔 所以這個R並不是 你自己去輸入的 而是它自動產生 那我們把2的部分 複製 然後貼到這邊來 完成了第三個動作 Import 宣告 連結 然後再來的話呢 事件 事件就是當你怎麼樣 按一下某個按鈕的時候 要做什麼事情 那當然我剛剛講過了 事件你也可以怎麼樣 自己去做啦 只是時間上會花比較多 我剛剛有做過 給各位看一下 你可以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總共會有十 十二個按鈕 對不對 特別注意喔 複製請你複製到 大概應該到這裡吧 後面這個大瓜糊的後面不用複製 把它複製一下 再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的這個下方 貼上 理論上程式 看有沒有錯誤 底下好像有一個錯誤 看一下這個地方 錯誤 如果有錯誤的話 你check一下 看看是不是我們貼上的 看一下是不是 這個 這邊多個大瓜糊 貼上 那你可以 比對一下 基本上 這樣完成 總共會有四個步驟 我們剛剛講到的就是 前面有那個 1到9 比較簡單 就是 取得 我們 ad test 裡面的詞 那這個 觀念上 跟 java 就是java的觀念 利用什麼 ad test 這個部分 的這個物件 去get string 不過其實這個都自己打出來 你可以點一下 理論上 它會自動幫你跳出這個方法 你只要用選取的就好了 打一個get g 我要取得get get test enter一下 再點tothring 它會自動出現 再加一個分號 自動就出現 然後呢 後面加一個 9 所以上面都一樣 那可能 比較會有問題 就清除 那清除部分 好像我們之前有講過 清除的話 實際上 我們需要的效果是 第一個 先抓到裡面 到底有哪些字 比如打 1234 好了 1234 那如果要清掉 最後一個字的話 我必須要先知道 到底裡面有幾個字 到底裡面有幾個字 然後呢 再利用那個 string 字串類別裡面 有一個方法 叫做substring 那個substring的話 從0 因為呢 正列呢 那個編號一定從0開始 再到 痘點 後面的話呢 你就加上什麼 它的總長度-1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第一個 我這個清楚 一樣 就是 B Cleaner 然後呢 這邊 假設一樣 點set 那這個假設我重新再來過的話 我可以怎麼樣 點 一樣 Unclick Listen 這個 剛剛同學有問 說這什麼意思 set 實際上就是說 我需要有人 幫我在那邊 cancel cancel什麼呢 當按鈕被按下去的時候 所以我必須要請一個人 幫我cancel 比如找一個警衛 這個new一個 那特別注意 這種宣告的方法 new啊 如果前面沒有物件名稱的話 叫做匿名物件 所謂匿名物件 就是說我只要用一次而已 一次性的話呢 那我就用new 匿名物件的方法 然後在哪邊呢 在button上面 增加一個什麼呢 Unclick 去檢查呢 有沒有 按一下那個什麼 不過這邊可以選 Unclick Listener 那實際上 它是Enjoy View裡面的一個 View的 這個package裡面的一個 View類別裡面的 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呢 就是去檢查 到底有沒有人 點擊了 這一個 點擊了這個按鈕 如果有的話呢 那我們幫它去實做 那為什麼增加大瓜糊 就是說 如果當 點擊下去的話 你要告訴它做什麼事 不過呢 如果你有大瓜糊 可是卻沒有實做的話 怎麼辦 這邊會有紅色的波浪狀 有沒有 特別注意到這個關鍵 因為 其實我用的很習慣的 你只要打一個Auto鍵 加Enter 它就會出現什麼 因為你有大瓜糊 可是沒有實做 那你Auto鍵加Enter 它會自動幫你實做 實做什麼 Unclick Listener 這邊點一下 OK 自動就完成了 那你只需要怎麼樣 把你需要做的事情 放在這邊 那做什麼呢 第一個 抓到你現在那個裡面的字 有幾 有哪些字 所以怎麼樣 把裡面的字抓過來 放在哪裡 放在S 再來的話呢 讓它按一下清除的話 要清掉最後一個 如何清掉最後一個呢 清除最後一個的話 我們可以參考那個 一樣 這邊有個set test 那我可以怎麼樣 用那個substring 這邊有個set test 有沒有 可以呢 把我要的set test 刮糊之後的話 裡面的話 抓一個S 點什麼呢 再打一個substring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substring 是java裡面的substring 所以這個地方是java的東西 指的就是 自傳類別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做substring 那你會發現 這邊有兩個 一個是只要給start 一個除了start之外呢 要給什麼 end 意思是說 你的開頭在哪裡 你的結束在哪裡 理論上我們應該是選 第二個 所以你可以怎樣 直接點 substring 打一個s 第二個enter一下 那它會問你說 你從哪一個字開始 基本上我們從第0個字開始 你可以打一個0 逗點 後面的話呢 就是你應該 切到哪裡 切到你現在總長度 減1嘛 那你現在總長度 怎麼知道 s 點什麼呢 打一個l 那你會發現 這邊有個叫lex的屬性 這個屬性呢 就可以知道說 它現在總共有幾個字 那你必須把它減1 為什麼要減1 因為扣掉追合字嘛 利用substring 我就可以切割到最後一個字 並且把它丟進去了 OK 那我就完成什麼 substring的部分 它就會按下去 扣一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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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當然是Java裡面的做法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恐怕還有一個地方需要注意的 什麼呢 就是說它如果一直扣扣扣 扣到沒有字了 那你不能再扣了 因為它總長度已經沒有了 所以我最好在程式裡面 多寫一個邏輯判斷 一幅 這個也是Java的東西 如果什麼呢 s就是字串的總長度 如果怎麼樣呢 如果它的總長度 假如怎麼樣呢 已經是等於0了 那你就怎樣 就不要往下了 那如果什麼時候不等於0的時候 或者甚至你可以大於 大於0的時候 才去執行 大刮虎一下 把它enter一下 再把這個中間的東西 拉到中間 這邊加一個分號 OK 就會多一個什麼呢 多一個那個邏輯判斷 這邊掃一個瓜火 就是如果這個條件 什麼條件呢 當那個我的字串長度 不等於0的話 那我才去做那個 後面的那個動作 字串的長 字串的長度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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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清除掉 我想这里请各位试一下 然后 再来的话就是等一下再来讲TOS 跟NW 这个是今天的主轴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